长刘海的短发如何去剪 那么这是一个反曲线层次和边缘去除层次 以及轻雷机的三角层次做组合 当我们的分区比较简单的时候 我们去考虑如何用层次来控制我们头型的波满度和弧度 顺手边比较好操作 我们要垂直划分 直到转角线以外 我们在斜前划分去裁剪保留转角不缺 主要是在两侧的地方 我们如何剪完边角的长度 方便顾客挂耳 同时也不会显得这两侧会过厚 两侧的边缘去除层次剪至耳上点定点 这样会把堆积和去除层次这个过渡和连接 修剪两侧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细节 在转角线以内 我们是垂直划分建立三角轻堆机 那么就问大家 为什么不在这样的头型和画质上 我们去剪过重的堆积 而是选择轻堆机进行裁剪 这就讲到一款短发的视觉点表现在一个面 我们到底是以弧度问号的流向为主 还是以侧面斜前划分的推力为主 还是以长刘海的视觉为主 这个非常重要 这是我们课程演示的技术之一 以边缘去除层次和轻堆机层次组合 来去衬托前驱长刘海的视觉点 所以在脸侧裁剪的时候目的是收窄 如何去过渡使我们的边角不会觉得那么有锐度和锋利的感觉 那么在圆形去除层次是最收容之一 在定点约尔上点 把前后层次进行过渡柔和 那对于顶区的后区 我们依然是轻堆积层次 拉到水平降低一指位的切口 随头缘进行修剪 这样可以保证我们的后头围的形状 上去偏柔和堆积 下去偏细腻 在到脸侧的头发落下来的时候 我们是用销刀覆盖着我们的边角的轮廓 切定一个长度 在去修剪翻局线的时候 不会出现层次的落差会扩大 而以服务过后为主 我们一定要概念很清晰 外侧的切口越小 其实质感的还原度会越高 同时修剪了前驱的翻局线并没有意味着结束 我们一定要在头形两个转角线的去 制造一个堆积切口向内 这是避免长刘海剪完会过翘 同时我们的剪切口一定要点剪来去处理 这样是更柔和 然后再以这个顶区的切口 向后去交叉抹缘 在干发的过程当中 牙剪来修饰底线 做均匀度 保留了这个底线的厚实和均匀度 同时整个翻局线层次以上的区域 我们是没有经过任何的打包 所以干发一直做点剪做柔和 让我们从侧面去看到 非常流畅的向后走的一个流向 大刘海的圆弧度要保留住 再去把最尖锐的地方去抹圆 那么整个这款短发的细腻度就非常好了 我觉得一位设计师 剪发应该是让顾客是有期待感的 如果你在吹干的过程中 整个扩形没有去受太大的差距 或者是特别明显的缺口 那么就已经OK了 然后我们再精修一下 耳后转角的区域的根部 耳上的厚薄 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头型的长环笔 去修饰更好 因为在湿发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 耳朵后区喷开来的程度 所以在这里不建议大家用 牙剪过多的修饰轻堆剂层次的短发 毕竟保留质感和还原度 才能体现这款短发的清静度